崔永元在砸猛料!娱乐圈连警方都不敢惹的人网友跪圈争! 崔永元在砸猛料!娱乐圈连警方都不敢惹的人网友跪圈争!最近娱乐圈最火的人物当属非崔永元莫属! 崔永元和冯小刚之间的口水战已经持续了好长时间了,但是两个人之间的战斗依旧是不分胜负,不过从众多的网友评论来看,崔永元的支持声明显高于冯小刚,从冯小刚发问时问崔永元之后,迎来的不是掌声,而是更多的骂骂声,很多人开始纷纷站队崔永元! 再加上袁立寿司黎冰冰之后,袁立公开表示支持崔永元,由此可见崔永元和袁立对娱乐圈的一些黑面目是嗤之以鼻的,希望公之于众,让大家看到娱乐圈黑暗的一面,从袁立揭露娱乐圈女星,为了弘扬小鬼图时尤等等闻所未闻的做法后,大家都纷纷表示娱乐圈实在是太可怕了, 如今的娱乐圈已经是并排的娱乐圈,身为一个大明星,是大家纷纷模仿的对象,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榜样,那么将会影响下一代人的成长,甚至是影响社会。 而且就在崔永元首思冯小刚之后,崔永元又发了一条微博,他在微博中分享了一个无恶不做的人,而且还说竟然连警方都不想惹,或者不敢惹,很多网友看到娱乐圈真是乱。 但是崔永元在更新的微博中只说了几个字,然后并配了一张图。 他并没有给大家说的很清晰详细,但是这件事确实一点重重,不过从图中以及结合他发的这几个字中,可以看到给人的信息量确实蛮大。 大家在猜测无恶不舍的人,以此案指少某,据说是大轰炸的故事主人公,因为他是管钱了,为了讨好他,某个剧组竟然花了大心思。 而且某人仅仅仅仅凭借个人担保就能借出一个亿,随后又借出了855.5万美元,这些钱的去处至今未解,而这个,无恶不做的人,现在也是下落不明。 有的网友看不到其中的内涵,但是看起来却是很厉害的样子。 至于崔勇一元还会给大家爆料怎样的内容,我们不得而知,但是更多的人还是支持崔勇一元,觉得他是正义的使者,能给大家揭露娱乐圈黑暗的一幕,希望更多的明星注重自己的作品,好好用作品说话,不要为了名企鹅一朝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